阿湘是一个穷苦的单身妈妈 为了养女儿 阿湘只能帮别人洗碗 晚上在家里多做点手工来补贴家用 可是尽管这样 女儿还是没法吃顿好饭 用上好的文具 好在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 看到别人的妈妈给孩子买东西 女儿虽然羡慕 但却不会找妈妈要 这乖巧的样子 阿湘是看在眼里 苦在心里 这天阿湘带着女儿在小店买东西 老板看见小女孩对零食渴望的眼神 他好心地拿了一袋 想要送给女孩 可阿湘却说 他们不需要同情 硬是把钱塞给了老板 也许阿湘没能给女儿付足的物质 但他希望女儿明白 穷也不能随意接受他人的施舍 在外面工作 阿湘辛苦劳累 就算遭人欺负谩骂 为了女儿 他都可以忍下来 可是当他看到女儿的话里 那么多想买的东西 他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家里已经饭都吃不饱了 自己能拿什么去给女儿买东西呢 一天 小女孩在小麦布老板那里写作业 店老板处理点事 转身就听到小女孩 笔合摔下的声音 原来小女孩病倒了 在医院 医生告诉女孩的母亲阿湘 说小女孩这是长期的 营养不良导致的昏迷 付了医疗账单后 阿湘全身只剩下几个硬币了 看着床上昏迷的小女儿 阿湘拿着全部的钱来到小卖部 看着标价昂贵的牛奶 他鼓足勇气才敢去拿下来 店老板过来的时候 还把他吓了一跳 老板问他 是不是要给小女儿买牛奶呀 先阿湘颤抖的双手 老板微笑着说道 没关系 这个当我送小朋友喝的 阿湘拿着牛奶感动得哭了出来 随后老板还拿出一个新的文具盒给阿湘 说之前小女孩的在他店里摔坏了 这个新的让阿湘一起带给小女儿 阿湘问老板 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 老板表示 自己小的时候也经历过很穷的日子 困难的时候接受别人善意的帮助 这也并不失尊严 不是吗 国家对困难的群众是有扶持的 你呀 就别再倔强了 就当为了孩子去试试吧 阿湘拿着手上的东西 眼里流下了泪水 他看着文具盒里 上次自己看到的画 这次女儿画完整了 可其中的内容 却不是他以为的女孩想买各种东西 而是女儿想表达 当自己长大能工作了后 他想带着妈妈买许多东西 吃许多好吃的 看到这里 阿湘再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 他抱着女儿的话不停地抽气 几天后 阿湘来到银行办了一张政府的福利卡 再次来到店里买东西 给女儿拿个零食 阿湘也能笑着刷卡付钱了 有心的老板还特意给阿湘抹了个零 回到家里 阿湘开心地和女孩吃着丰盛的食物 这都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每一位母亲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都受过数不清的苦 今天是母亲节 你想起了你的母亲吗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